现在大家知道娱乐圈比较乱 但是在古代的宫廷乱得更厉害 更离谱 什么道德呀 伦理呀 都统统抛到九霄云外了 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 大家一定很熟悉 武则天开始开始是李世民的女人 后来呢 武则天又嫁给了李世民的儿子李志 看着好玩吧 老子跟儿子和同一个女人结婚 即使这样的事情在现在也会让大家笑掉 大牙的 但是人家是皇家贵族 不在乎流言蜚语 照样玩的高大上 今天和大家聊的主人公呢 刚好何武则天反着来 他现在的男人是他前夫的亲爹 他就是中国唐朝的大美女杨玉环 杨玉环在16岁的那一年结婚 嫁给了李茂 李茂是唐玄宗的第18个儿子 那个时候没有计划生育 能生就生没有人管 再说了当时也没有什么避孕措施 上到帝王家下到平常百姓家 晚上没有事情做 那就在家造小孩 想想他们真可怜 那个时候没有电 没有网 没有娱乐项目 慢慢长夜咋过呀 李茂和杨玉环结婚之后 生活幸福美满 突然有一天呀 唐玄宗最爱的那个女 人去世了 这个女人就是舞会飞 唐玄宗自从失去会飞之后呀 天天闷闷不乐 看着后宫的三千美人 也没有一点兴趣 怎么办呢 需要再找一个女人替补会飞的位置 这和失恋是一样的道理 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找一个 唐玄宗也真是个奇葩 身边那么多美女 竟然没有一个看上的 无意一次邂逅遇见 了杨玉环了 一眼就相中了 真是不容易 终于有个女人让自己的心动了 但是杨玉环是自己儿子的老婆 当年还是自己亲自操办的婚事 就这样直接把杨玉环抢过来吧 也可以就是传出去不太好听 就是在民间老子抢自己儿子的老婆 也是说不过的 流言蜚语 唾沫心子都能让人淹死 唐玄宗也 再想何况我是一国之君 还有大臣的劝谏 是唐玄宗很为难 中国人自古都很会变通 让不合理变成合理合法 最后想一个办法 那就是让杨玉环出家 礼貌也没有办法之道 是自己亲爹抢自己的老婆 杨玉环和宫女 杨玉环出家当然就是一个幌子 就是给朝廷百官和天下百姓看的 其实出家之前唐玄宗和杨玉环早就在 皇宫寻欢作乐乐 只是当时信息不发达 大臣百姓不知道而已 不像现在明星出轨的事情闹得全世界都只知道了 杨玉环和老公 礼貌本来是有希望当上太子的 自从会飞去世之后呀 后宫也没有人 帮他说话了 还有最主要一点就是唐玄 宗强走杨玉环在以后呀 就格外的冷落礼貌 礼貌也真是个倒霉的孩子 老婆被亲爹抢走了 太子也没有希望了 最后抑郁中死去了 杨玉环还有个男人 必须说一下 那就是安禄山 安禄山趁着唐玄宗忙的时候 就偷偷摸摸的和杨玉环偷情 当时杨玉环才二十多岁 精力也是很旺盛 估计唐玄宗也满足不了他 有一次杨玉环和偷情呢 把杨玉环的玉 风给抓伤了 留下了很明显的痕迹 杨玉环也很聪明 自己做了个很精致的 小配饰盖住双风上的伤痕 这个小配饰就是现在赵的前身 一次偷情发明了赵 杨玉环真是千古第一人